接著,請問你,誰跟別人不同? 誰跟別人,這個其實是不需要學冷室命運 我們前面教過的N靠近等於S遠離嘛 用這樣你就可以知道,當然你要謙虛實實地去比,他朝哪邊也OK啦 哪邊還哪邊也扣一件事可以是不需要的 請問你,誰跟別人不一樣? 誰跟別人不一樣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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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1號 A 11 A,請坐 我們講過了,如果磁場變化相同 那麼感應電的就會相同 變化不同,感應電的就會不一樣 我們前面告訴你,N靠近就是S遠離 N遠離就是S靠近 所以呢,C跟Z呢,都是S遠離 那跟N靠近是一樣的,所以三個是一樣的 只有SS靠近,所以跟不一樣 所以答案選A,這個不需要學過冷室就可以會課本實驗要做的事情 讓你看他的電流的方向,減流器向左偏還是向右偏 這個理論上你就需要知道冷室定律了 第一個方法,你去按照這個電流時效應 這個線去一比,看哪一邊是N,哪一邊S 然後有沒有符合我說的,想要還不讓他來,想要走不讓他走 或者是你先看到我是N遠離 所以我這邊要升N還是S,你比,那比出來的方向 看你比出來的方向,是不是一樣都可以 請問你,在你完全正確的組合,表示答案不只一個 誰是完全正確的組合? 誰是完全正確的組合? 你沒有抽屜,是吧 真的喔 A吧 C2 B3 C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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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4 C1 C4 A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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假設S遠離右邊要升N 所以比算是比,電量會這樣子流 所以方向是對的 冷視定律S遠離等於N靠近 所以比也是這樣子做 所以我們答案就應該選的是A 最後是發電機的基本概念 也沒有去問你那個電流是流出來還是流進去 就是基本概念 9號 出,請坐 謝謝 感應電流跟質感變化率成正比,所以選項A錯 這是兩個圓形前後的,所以叫做交流發電機 所以B是錯 發電機是動之後有電,所以是動能換成 電能所以C是錯 所以只有我們前面交過,跟線線密度成正比是對的 所以我們答案選的是豬 聽話無人的話有主要的 downwards 請教官